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邀请到的是陈柏宏分析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股在金金涨的格局 你是不是手上有资金 却不晓得该布局 什么样的题材呢 来看到今天主题的部分 要来跟大家讲了 选股不选市 请大家拥抱双题材 包含了第三代半导体 跟升息受费的金融股 今天陈柏宏分析师 都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有请老师 那我想这一次 各位看到上个礼拜 那么3月17号 我们央行 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升息了 那终于升息 本来市场预估是指升息半码 结果我们央行总裁决定升息一码 我还记得报纸的标题写说 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 是啊 我想这个升息 我也觉得拍手较好 因为其实 在升息过程里面 大家可以感到 平时我们老百姓 在生活过程里面 你可以感受 屋价其实已经有明显在动 超级 尤其现在去餐厅吃饭 那个全部都涨价了 是啊 对 你本来想到过年前没涨的 一过年 马上就涨给你看 所以其实很多商家 你可以感 生活里面可以感受的到 那我相信这次为什么是升息一码 我想 央行总裁也听到我们底下百姓的一个声音了 对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想升息重新进入升息循环之后 我想美国FED主席已经很明确讲了 今年大概还未升息预估还有六次 OK 那六次过程是目标大概到2.5到3%左右 对 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台湾央行今天这样勇敢的升息一码 未来应该也会在跟随着美国FED的脚步 亦不亦去往上跟 不禁的会一模一样 这次是一样的 对 但未来还是也就进入一个升息循环 那一般来讲是升息循环里面 它今天的重点就是打通膨 那打通膨的过程当中 其实各位如果你去看 过去从降息到金融海啸到现在为止 你去观察我们台湾的金融股 OK 他们的获利其实是越来越好 OK 越来越好 里面有两种 一个是像受险业的 像大家比较知道 像富邦金啊 国泰金啊 他们有很多是投资的收益 对 尤其像这两年去年 那我们这个发放的鼓励超多的 那他们是直接受惠的 是 但是在升息之后呢 其实因为升息幅度还不是很高 这点其实我认为比较 如果你要放长线的话 以银行类的 而不是属于那种投资型的 是 要找银行类的或者是消费型银行的 那这些银行来讲的话 尤其你出口当中也看到 我们特别列出来像 以台币资产部位比较大的 包括像一金啊台信金玉山金啊 那以外币资产部位大像中信金 上海银赵峰金等等的话 我想不管是美国升息或台湾升息 他们直接都可以受惠之外 其实最重要是在什么存放款的利差 开始从股底翻扬 好 所以呢这几支的股票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哦 分别是受惠升息的金融股 像联邦营 台中营 上海商营 跟中信金 我们一直一直来看 首先现在看到的是联邦营 OK 那联邦营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的走势 其实它已经一步一步的 在往上创新高了 对 那今天给各位看到图形是日线图 各位看好像已经涨很多了 那如果有机会 各位去打开它月线图的话 长线的走势图 其实它在技术形态上 已经有点长线的底部 才要进入类似 类似组身段的结构 哦 如果你是看那个图形的话 如果你是摆长线的 那我想以升息循环 进入利差 利差开始扩大过程里面 像这种属于商业性银行 消费性银行来讲的话 存放款 存款多 放款多 因为一般都是以什么 放款先调高 对 存款才会跟进 所以我存钱可能不会马上被往上调 我利息收入还是有 但是银行 它放款给你 贷款给你 就贷款的那一些 它已经就先剩上去了 它先赚 你后面才会赚到 所以 这个过程里面 那反而会促使这些银行类股呢 它的获利性会比以前更好 好 那更好的话 那就是你的机会了 OK 好 另外呢 下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台中营 好 台中银行 我想上礼拜有跟大家分析 刚好分析到这档 这家公司当时我们看上的是 因为它最近在一个 信托部分在做一个转型 那除此之外 我们特别观察到过去 六年来 应该是八年来 它的股本 慢慢的在增加 可是它获利呢 一模一样都维持一块钱以上 对 那它的一个 每年几乎都配股票跟 股利都配 也就是说这种公司 它其实是在复合式的成长 它的股本 而获利能力不减之下 如果这一次央行升息 我相信它在未来获利能力 会更好的情况下 像这类型的公司 就值得你留意 好 下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上海商营 那上海商营 其实它获利能力在刚才 在第三档里面 它获利能力是最好的 那这档银行 各位从图形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跟刚才不太一样 是它还有个前波高点 叫50.3 那股价也才这两三天 才刚刚爬回年线 那均价线才从低档看看 准备翻扬 像这种类股 它还属于商营银行 那这种股票 因为它本身获利能力就蛮强的 其实本益比来讲并不算高 OK 所以像这种个股的话 你如果以长线来看 也是各位可以留意的标的 好 下面呢最后以党金融股 来看到是中信金 那中信金来讲的话 因为它还有函售险 中售在里面 所以有类似 我们刚刚提到 所谓投资部位 但是因为这家公司 主要它是以这个消费性为主 那刚才我们一开始 节目自可也提到 它在这个新台币 外币部位也蛮大的 所以它也直接受惠于升息的部分 那像这样的股票里面 你可以利用它 它最近它的跌破年线弹上来之后呢 尽量是不不用追高 有你发现了有个震荡回档 你再做一个留意就可以了 像这种公司 因为它是跟着指数跑的公司 那因为整个各位了解到 目前大盘指数在推慢慢涨 金融涨的过程里面 其实金融股还没有全体用力过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看过金融股全面上涨 那个在我来看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后面还有戏的意思 对对对 其实在这里 跟大家提到金融股 主要是让各位提前卡位布局 可能提的比较早了一点点 但是小型的这个金融股 其实已经在往上创新高了 那中大型来讲的话 你就是实面埋伏了 简单就是这样讲 那除了这个受惠升息的金融股之外 老师也带给我们另外一个题材 是第三代的半导体邮金老师 好 那我想第三代半导体来讲的话 各位可以知道台湾来讲的主要 各位我们先看研究机构报告 那研究机构报告提到 那从2021年去年一直到2025年来讲 它的年复合成长率可以高达48% 也就是它成长性是没有问题 那你回推 所以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有两个主要的类别 第一个材料是碳化系 第二个是淡化加 没错 那碳化系来讲的话 各位大家知道最近台湾三部 可能一会内湖停电 一会台南停电 一会又高雄停电 不管是不是因为小动物跑进去 还是因为其他任何因素都好 小动物 对因为报纸媒体不是有壁虎啊 什么蟑螂和鸟啊 嫌那个铁丝进去嘛 不管任何原因停电 那再加上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 引发了一个能源的高涨 欧洲电价大涨 其实这个能源议题 变成全世界目前非常关切的 那这第三代半导体里面的这个碳化系啊 这个就跟我们的再生能源 绿色能源有明显直接相关 不管你要用了电动车也好 还是太阳能的来讲的话 他都直接要用到这个碳化系的部分 所以碳化系是适合高功率的使用 比如说老师写了除能啊 风电啊 太阳能啊 电动车 新能源车都是 那因为高功率的关系啊 他储备能源的能量可以更大 也就是说我们简单讲好了 你的手机电池可能 你可以用一整天 看影片啊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的功率 能够再提高的时候呢 你可能可以连续看两天 甚至到三天 那我们的Tesla的这个自家 那个电动车呢 本来只能跑400公里 我现在给你900公里 不过马斯卡好像提到 他不想不打算生产900公里的给你 我意思就是说 这个高功率碳化系呢 可以帮助人类 把能源储存在特定的一个空间里面 能够更大能量储进去 代表它可以缩小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就长线来讲是一个 产值蛮大的 所以延均一个估计到2025年 那产值可以增加到33.9亿美金 其实比例是蛮大的 好另外一项面看到的是呢 淡化家的部分 那淡化家就比较集中在 所谓消费性电子 可以看到包括手机 平板电脑 笔电的一个快充 这很重要 充电等太久会 工作效率会减低 就好像你开那个Tesla车 我也希望围禁那个 Plug插进去之后 我能够10分钟充满电脑 是最好的 咖啡咖啡就可以走路了 对对对 就跟加油一样很快 所以第三类办导体 不管是刚才你看到 碳化系也好多 包括淡化价也好 其实都是帮助我们生活使用上更便利 所以到2025年的一个产值 可以到13亿美金 所以整个加起来复合产值高达48%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就看下一页 这是全球淡化系主要的供应商 让大家知道一下包含了大家所熟悉的 亿发半导体 Wolf Speed 它前身是KRIE 还有罗姆 英飞林 安森美跟三菱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要跟大家讲到 有关于相关的第三代半导体的受惠股了 当然呢包含了非常具代表性的 汉磊加金以及贵买的当家环球金 中美金跟红康 有金老师一直一直在帮我们说 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汉磊 好 那像汉磊 其实汉磊集团汉民集团呢 它旗下主要这两档 就是汉磊跟加金 他们就是在Focus在碳化系跟淡化加这部分 那你可以从图形可以看到 其实在前一波高点173 它做类似三个高点之后回档 类似像一个过去的小型头部 那跌回来之后 从技术性能可以看到 它跌下来之后呢 在99为中心点 对 左边一个低点 右边一个低点 打底完成 对 它类似对应左边那173的 三个尖尖高点 而这边对应三个尖尖一个低点 也就是说 它用这边的底部去化解上面头部的高档 那这波你可以看到涨上来之后呢 它成交量是温温的上去 它并没有突然间的爆大量 所以代表在筹码来讲的话 还算很稳定 所以这家公司我想 也是台湾在第三代半导里面 非常指标性 因为汉磊集团是我们国内 是最早研发 它这个功力最深的 所以这家公司你可以说 做一个留意 老师汉磊要起飞了没啊 好像感觉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你看如果你把左边当头部的话 右边当底部 目前股价已经来到 所谓左边头部的颈线区了 OK 这边重点就是说 你可以观察如果未来有一天 假设我们不预设立场 如果有一根中红线突破 那个所谓的颈线的话 那就有机会出现一个什么 类似破底翻的概念 带量 要带量吗 要带成交量吗 当然要带一点量 你要化解前波 那个这么大量 要带一点量 那就有机会做一个破底翻 那破底翻 你去看前波高点 所以在这个股价结构上 你可以特别留意的地方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到是常常被一起提到的 加金 好 那加金 各位可以看到 这波从154块 跌到100块的过程里面 它大概跌三成 没有像刚才IC设计 就跌一跌跌一半的 对 那这个跌三成 一般来讲 一波段跌三成是符合的 那尤其产业面没有问题 各位看到 它二月份的营收 持续在创新高 那这两公司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关注重点是 公司在二月十四号 如果没记错的话 董事会有通过要办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可转债 五亿 五亿元之内可转债 第二个是 它要办理这个现增 价格应该落在 初步是定在90 我没记错的话 但Range会交给董事长决定 大概在70到100上下Range 那有这样的题代表什么 公司其实看好 持续看好第三代 报道你未来的发展 其实还有这个资金需求 要扩厂要研发等等的 所以股价到上来之后 其实也来到了一个 前波的一个低点附近了 OK 那其实可以看到 这一张公司的险阶段 放大过程当中 也没有突然间的报巨量 它是量上来之后 是温温的在放 那短线上在这里 可能连续涨了 大概两个礼拜了 所以涨多 稍微震荡休息一下 做了量缩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算是健康的状态 好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 桂买的扛霸子环球金 环球金很高价 OK 是啊 那环球金仁查 这波其实跌的 还算蛮深的 从900到600 跟着桂买指数一起往下跌 跌了这个300块 那我想这波下跌 主要还是因为 它在国外的并购案 被退掉了 对 那退掉了之后呢 所以股价就一波下跌 那其实 如果你仔细去查阅公司 所发布的讯息的话 他把当时要并购这笔资金 拿去做另外的投资了 德国的市创嘛 对 对 他其实拿去做其他的投资 他说要做那个什么资本支出的部分 对 他去盖厂 盖厂 那这盖厂里面也包含了 要第三代的那个碳化系在内 所以他原来是说太阳能部分 那其实 跟他领域相关的 其实这个我们 桓文静的董事长 他也是蛮 其实我蛮佩服他的经营的 逻辑跟哲学 蓝解 所以股价在这个地方来讲 在 你可以看到在606块之前 曾经有三个黑线 直接破底 那破底之后 其实有带量 带完量之后呢 量缩 然后再破个最低点的606那天 OK 其实量就杀不出来了 代表什么 这就是在收底 OK 股价在量价结果在收底 所以 弹上来之后 股价还没有明显往上动 跟刚才 那汉磊跟家庭比起来 他机器相对偏低 好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接下来来看到 环球晶的妈妈中美晶 哈哈 也是蓝姐的宝贝 OK 对对对 所以 那这家公司跟刚才不一样 他没有刚才这个 并购失败题材 可是你看到股价 他其实从249到163之间 他股价结构呈现盘跌 一般来讲 我们在操作面来讲 老手最怕盘跌 为什么 因为盘跌 你不知道跌到什么时候 直直往下 他都没有平 每天跌个2块3块 应该说跌1%1% 你一天都没有感觉 你1%还好吗 我就不管他 没有两个月下来 你有两个月之后 两个月之后 你就觉得三成了 吓到 吓到之后 吓到之后 你可能就会想卖股票了 所以可以看到 163前面一个礼拜 下山那天有带一点大量出来 其实大家觉得绝望 莫名其妙 我觉得每天跌1%还好 就时间久就破了 所以像这种公司 各位 从这个我们拿来当例子 如果你有股票 你的股票每天跌 一点点 可是他 三天之内都一定创新低 三天一定都在创新低 像这种公司 你就一定要当机立断 立刻先停损 一直到 一直到某一天突然间跌幅扩大了 成就让放大了 你再补回来 至少你可以少赔那一段 好 接下来看到最后一档是洪康 好 洪康这家公司 是国内在第三代半导体之内呢 他是在做检测的 也就是说你在生产 这个第三代半导体过程当中 不管是相关的PCB的一个基板 还是过程的材料部分 那他在帮你做检测 有没有符合他特定要求的一个规格 那这家公司 他因为是属于横盘整理的 量也说很低 所以这种公司基本上 股价上 属于要比较属于长头性质的 这方面各位可以留意一点 好 这以上呢 是老师带给大家的 有关于社会升息的金融股 还有第三代的半导体提问 大家做参考 我们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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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吝点赞